張志豐在第四戰 就已經傳出了四次助攻 而且他在這個冠軍系列賽 每一次助攻都讓大家印象深刻 民衆器的切入被干擾到 不過鐵壘似乎被打到了 整個人在後場倒在地板上 王志群 切到進去 看這兩分是不是先拿到再說 籃板球落下來 腳割整個人已經出界了 其實雙方球員真的拼戰得非常激烈 哇 現在倒在後場地板外的就是田磊 剛才林宗慶的這個上籃 身體上是否有接觸 可能我們也必須要透過畫面再來看一下 不過田磊現在還沒有辦法 很輕易的站起來 對 田磊是絕對不能受傷的 因為他的重要性甚至比豪爾更高 所以他的整個健康的狀況 對達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再看一次 林宗慶 喔 他的右腳 哇 這很痛啊 當然這個是很痛的一個部位 所以這樣的一個撞擊 當然讓田磊沒有辦法極刻站起來 對 完全頂到田磊的重要部位 田磊生氣了 哇 田磊生氣 沒有看過田磊這麼生氣過 但是他剛剛的生氣 是像裁判理論說 這樣子的動作 你都沒有任何的反應嗎 對 當然田磊的脾氣是非常好 我們很少看他生氣了 但他現在必須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因為達星隊是絕對需要他 是 這不管是在籃球場上或棒球場上 當這個部位被打到的時候 其實你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爬起來 對 而且這對男人來說 這絕對是其痛無比的 對 所以田磊生氣 當然我們可以體會得到 但是就像其實 林宜慧 張志豐 對David's的動作是一樣的 其實很多球員 不錯 剛剛 這個時速是一段時間